公元2014年初 全球精通汉语知识的抢手 共同跨进黑龙江卫视 最爱中国字的在场 力夺今日汉语状元 一号电脑发烧友 北大中文系才子李嘉峻 陈年轻就要折腾 那没有号轻就不会来比赛 给我的幸福纪念一下 我来了 二号穿越南极的 三十五岁气象局局长王磊 生死考验都经历过 其他一些事情就不算事 三号再读女博士 时尚女词人余沙文 我能把生活变成文艺 我不是魔术师 我是时尚女词人 四号来自爱琪的中国通王林 看玩正好玩 没有边儿没有腰 中间有个小红点 小红点 五号肯尼亚制造志愿者 蒙妹子王健月 眼界决定他世界的大小 六号不像学究的 非典型理学博士王丹 你相信一个理学博士 也可以有超强的文学修养吗 看我的 七号穿越诗人李续辉 小伙伴们都觉得 我是从古代创业过来的 他们都叫我诗人 八号喜欢纠错的 黑龙江大学在校女生 王小畔 我不是太焦急 我只是对文字比较较真 今天八位选手 只能有一个人晋级复赛 他将会是谁呢 他 他 还是他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最爱中国字主持人 英达 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 大型历史文化知识挑战节目 最爱中国字 我是主考官英达 那么今天 来到我们节目的历史观察员 是文化名人 北大教授 我的好朋友 阿易先生 阿易先生 这些是我们今天的学员 你来点评一下 最抢眼的 第四位 埃及的王林 长得像 传说中的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好像是有头发的吧 领不像 领不像 他领不像 领不像 领不像 然后一号选手 这是咱们小师弟 他是你的学生弟子 不认识 不认识 第二位 没有头发的局长 重大拳局长 局长没听头发感觉 谁头发也不赋予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先入为主 本期第一环节规则 本轮将直接淘汰四位选手 八位选手同时连续答题 率先答对四题者 晋级第二环节 四强产生后 本轮比赛结束 好的 希望我们的八位选手 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听第一题 现在的老年夫妻呢 总是会称呼对方为老伴 但是该词在最初出现的时候 并不是用于夫妻之间 在典故故事老伴一词 最早呢 出现于明朝的一位太子之口 那么当时他是用老伴 称呼谁呢 我们看看选择A 娟儿啊 明天太子就要帮我们这些老伴 请送出宫了 老伴什么是老伴啊 太子帮我们这些年老的宫女 就叫做老伴 选择B 我的老伴呢 老伴 太子 我来晚了 你怎么老迟到啊 我不知道太子今天需要半读太监 哎呀 今天我们读什么呀 四书五经 我不会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玩鸡 哎呀 剑奴就爱玩鸡去 选择C 渣公公 我的老伴呢 哎呀 那只狗被剑奴给踩死了 什么 该死该死该死 我的旺财都让你给踩死了 那我给你当你的狗吧 快叫快叫快叫 走吧 走吧 狗我走了 我听到这狗怎么像驴这声 狗发驴声 那么好 请八位选手作答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选择的答案都是写什么 一水的全选B 哎呀 同学来问一下 我们先从一号选手 我的师弟 李嘉峻开始 大家好 我叫李嘉峻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以为您学习 我是想听年轻再折腾一下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地方 我有一个地方 李嘉峻 你为什么选B啊 模模糊糊记得好像有这么当的事 但还确定 一看就是考上北大的 这边会考试 不会的提 也知道该选哪个中文系的 知道一些历史掌顾 这个不奇怪 我想知道这个四号王林 我们的埃及兄弟 王林 他扁的 他怎么叫王林呢 这 就我朋友给我写的 说那个这个字 他比话少 就是好写嘛 那你干嘛不姓丁啊 还少 好几话 我们的埃及兄弟 你也知道这个掌锅 也不是特别确定 但是我就 看了一个一些 就成形简故里面 有关太监的故事 你特别喜欢这方面的故事 很了解我们中国的太监 不管怎么说 那你们呢 都答对了 这个 明献宗 把他的九岁的儿子 立为太祖 然后为他找了一个 半读 又照顾他生活的老太监 这老太监叫秦吉 那么秦吉是他的伴 而且岁数比他大好多 他就管他叫老伴 老伴这个词就这么来的 有这么个词叫扯皮 现在都是指 就是说无原则的争论纠缠 但实际上呢 扯皮这个词啊 最初是没有这种意思 那么扯皮 一词的起源 究竟是什么呢 选择A 扯 扯 你们在干什么呢 扎公公 我们正在扯皮 什么是扯皮啊 扯皮啊 就是做股时的一道程序 选择B 爸爸 我逮到了一只猎物 你真是越来越勇敢了 爸爸再也不说 你长得像个女孩子了 但是你有没有被他扯皮啊 什么叫扯皮啊爸爸 扯皮是咱们猎人家族的传统 要为得到的猎物 脱取他的皮 这就叫扯皮啊 可是我下不去手啊 还是太善良 来 给爸爸 爸爸替你扯皮 好的 爸爸 你看我 这是我摆到的小刺猬 选择C 你招还是不招 你招还是不招 那我可就要给你使用酷刑了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撤皮 产无人在 走 我们看到了这三种选择 那么哪一种选择是对的呢 请作答 这一次我们的八位选手 会不会答案又是一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请亮 有所不同 不同的是我们的埃及人 为什么选择C 不是特别确定 但是我就 看了一些成韵典故里面 王菊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 应该选A 就这样 就什么印象呢 莫非咱们熊县 现在还在咱们做谷 不是 也是读历史知识 对 书上看到 书上说过了 来自河北的二号选手王雷 是一名气象区局长 爱好国学 喜欢冒险 曾经在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的工作经历 更是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与毅力 我们整次考验都经历过 其他一些的事情就算事 那么形势低调 内心强大的他 能否在最爱中国字的舞台上 站到最后 谢谢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答案 对也不对 答案 A是正确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 请听下一题 倒霉啊 这个词在我们这场生活当中呢 使用精力非常高 遇到不走运的时候 我们就常说倒霉 那么根据民俗说法 究竟什么是倒霉呢 选择A 亮兄 扎兄 你们家又竖起了旗杆啊 哦 你是说那根梅 对 看来咱们两家都有要出海打鱼的 老爷老爷老爷 团队回来了 哦 如何 满载而归啊 都是什么 海带 哎哈 亮兄 不要太着急 老爷老爷老爷 啊 团队回来了 都是什么 团队 哎呀 哈哈哈哈 亮兄 告辞 告辞 到 把旗杆放下 给到 选择B 亮将军 扎将军 你只带诗人 而我有失望大军 看来你要倒霉了 咱们两家的旗杆 谁先倒霉 可说不定 够着巧 不认诗人 对 那么选择C又是什么 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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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榜了 放榜了 怎么样 没考中 哎呀哈哈 亮兄不要太着急 老爷老爷老爷 公子高中状元啊 哎呀 亮兄 告辞 告辞了 哈哈哈 把旗杆放下来 那么这三种可能性 哪一个是真的呢 请选择 请亮 我们下谈 李嘉峻 你跟我们讲讲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确定 猜测 我们也问问 王健月 你跟我们说说 你为什么选C 因为我觉得 重榜叫光耀门霉 那么如果没有重榜 就应该是倒霉吧 是吗 光耀和倒霉 俩是白衣词吗 都是门霉 都是门霉是吧 王林 我就不希望了 也是这么想的 肯定 那个 你们到底谁想的对呢 我听到你们都没有 十足的把握 没有一个人说 这个我知道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C 我觉得那个 那些问题挺前门的 我不知道谁写的 反正就是觉得 这压力挺大的 我们听下一题 这是一个字 集这个字呢 其实它是一个会议字 那么请问 集字的图形 最初表达的是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选择A 哎呀 今天天气不错 闲着也是闲着 干啥呢 我造个字 有了 上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口 一个人在吃饭 急 选择B 哎 天气不错 闲着也是闲着 干啥呢 造个字 大王 这是我给您新锻造的宝刀 哎 现在百姓生灵涂汰 让他们安居乐业 把这兵器放回去 哎 上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口 把兵器放回去 急 选择C 选择C又是什么的 哎 今天虽然是个阴天 但是我还是要造字 薛某事 大王 你为本王建功立业 你不会是天下第一某事 我要重赏你 谢大王 去吧 哦 大王张嘴 称赞某事 上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口 急 那么三种答案 我们都看到了啊 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呢 请作答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的结果 尤其是刚才那三位 如果这道敌对了的话 就直接晋级了 请亮答案 接连答对三题的选手 在这四轮分别选择不同答案 这无疑成为场上最戏剧化的一幕 北大才子李家俊 蒙妹子盲剑月 穿越诗人李续辉 三位选手只有一名 能成功晋级 那么他会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看 A 李家俊 你如果对了的话 你就晋级了 你跟我们讲讲 你为什么选择A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确定 我感觉这个跟丁系没太大关系 所以我选择A 其实就是崇拜就在一瞬间 三选一嘛 33.333的概率 李续辉 李续辉 你选CEO是为什么呢 因为是士嘛 我就想着可能就是 君主赞美那个贤士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一想 可能题目不会这么简单 王剑月 你为什么选B 因为我陪爷爷下象棋的时候 不是有士和足吗 他应该就是跟君士有关 所以我就选个B 这个知识就来自于象棋 象棋什么时候才发明啊 那个是 他说的是什么是 但是你答对了 所有选择B的朋友 选择B的朋友们 又服了 但是这里边服最大的 就是王剑月本人 祝贺你 你晋级了 四号选手王剑月 肯尼亚支教志愿者 90后蒙妹子 凭借中国文化的积累 以及女人的直觉 首位金级 我们那组有博士局长 我完全没想到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位啊 离胜利依然是一步之遥 我们听下一题 有这样一个成语叫做勾心斗角 请看下列哪项是勾心斗角 一词的真正的来源 选择A 软红你可知罪 软红你真是不知罪啊 给他上刑罚 勾心斗角 勾他 脚他 选择B 哎呀 兄海你这书法 简直是勾心斗角啊 过奖过奖 就是不能跟我比啊 那么选择C又是什么呢 薛公家 大王 建筑图出来了 哦 你看 我是参照厄旁宫设计的 共计十八层 起九九归一之一 设计之钉条 可谓各报地势 勾心斗角啊 哎呀 真是气势磅礴呀 对呀 薛公家 就是一个图卷 不用这么费劲吧 三种选择大家都看到了啊 呃 你们觉得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我现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啊 一号 二号 四号 六号 七号 你们都已经对了三道题 都是离胜利一步之要 只要这道题答对 你们就晋级了 但如果这道题不对的话 很危险 因为别人可能就晋级了 仔细考虑一下 到底是一种刑罚 还是一种书法 还是一种剑 请作答 好的 我们的选手 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一顺全是C 为什么呢 我们先问问 王菊 这个有印象 应该是C 应该是C 对 你听说过 某个建筑 尤其是像故宫角楼那样的 属于盖的勾心斗角的 对 书上看到了 书上说过了 对 其他人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没有 这就是厄房功夫里面的一句话吧 各报地是勾心斗角 这个王林 你也读过这个厄房功夫吗 不是 这些典故有点印象 就是我大一的时候 好像有学过 好的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也足以实满意 因为你确实回答的都是一样 让我祝贺你们全都答对了 那么 非常遗憾 3号 发表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你现在的心情 一个一个 也有遗憾 说明知识还有盲点 还需要学习 嗯 祝贺近期的几位选手 即将晋级的几位选手 是是是是 同样的问题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的8号选手 王小畔 和博士姐姐一样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舞台 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 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谢谢你们的参与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好的 两位女士离去之后呢 剩下这五位小伙伴 就要相互撕咬一下了啊 来决出最后的三个名额 那么好 听好下一题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当年苏东坡写水道鸽头的时候呢 不是在表达对于恋人的这个思念 那么请问 苏东坡当时是思念谁 选择A 喂 阿哲吗 哥哥 哥哥 嗯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纤罗 啊 去纤罗干什么 我要去留学啊 啊 留学 嗯 好吧 哥哥 嗯 我会思念你的 哦 不由的我想起一首诗 说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哥哥 唐聪八大家 要不要这样有文化 好吧 我罢了 选择 海尔 嗯 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去纤罗 去纤罗干什么 找你的继母 啊 那我怎么办 你去找一个人领养你 啊 好可怜啊我 东坡 嗯 我会思念你的 不由的我想起一首诗 说吧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好 我要为你唱首歌吧 说吧 爸爸 爸爸 你要去哪里呀 海尔 爸爸会思念你的 嗯 好好学文化呀 好 选择C 好大的月亮 喂 是欧阳兄吗 哦 是我啊 哦 是是东坡吗 啊 我是我是我是东坡 我要走了 啊 你要去哪里 去纤罗 啊 我爹我弟弟也在纤罗 不要开玩笑 我要我要跑路了 啊 跑 哎呀都是大哥对不起你 我知道 东坡 嗯 一定要好学文化 好 不由的我讲几首诗 讲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哎 东坡 国仔要不要占有文化 哎你哪里 三个选择都摆在这里了 到底他思念的是 弟弟苏哲 父亲苏寻 还是 智友 欧阳修呢 请作答 好的 相信我们的选手已经有了自己正确的答案 请量提 嗯 三个选 三个选 C的 两个选 A的 那么谁正确呢 五人进入赛典 大战 一触即发 三个选择都摆在这里了 到底他思念的是弟弟苏哲 父亲苏寻 还是 智友 欧阳修呢 A的正确 A的正确 祝贺你们二位 晋级 六号 七号 说明近期 近期名额 止于夜席部位 谁将马上面临淘汰的悲剧 只有您拿到本场复赛的最后一场入场券 哎 教授啊 嗯 咱们师弟怎么还在那待着呢 哈哈 啊 而且这题就是个中文系的题啊 这题啊 你看苏东坡写这个水雕歌头的时候 他前头其实写了几句话 秉晨中秋 欢欢拔淡 大醉 做此片 坚怀自由 那自由就是苏哲的字嘛 好的 咱们接下来呢 还得继续的 你们三位之中 决出一位来 下面这个词啊 叫方寸之地 啊 第一种选择呢 方寸之地 是专门收藏 基金财宝的 啊 贵重物品的地方 B呢 指的是人的心 第三呢 是指 狭小的 请做答 好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答案 就 两个人都选择了B 他指的是人的心 我们的埃及朋友呢 选了C 这要是让埃及朋友 胜出的话 我看你们俩 啊 你们俩怎么办 我看你们两个的 方寸之地 受得了受不了 当然你们回答的是正确的 方寸之地 正确的案是B 非常遗憾 我们的埃及朋友王林 你被淘汰了 来自埃及的中国同王林 惨遭淘汰 帅气的外表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感觉那个 那些问题挺闲门的 我不知道谁写的 我们感谢喜欢中国文化的 外国友人 我们也欢迎 更多五湖四海的朋友 来到我们的舞台 接着这段题呢 我们是看表演 来猜这个典故 是有关西汉谋士 张良的一段传奇故事 选择A 那么好 刚才这段表演呢 我们出了三个成语 你们看看 哪一个成语最合适 第一个呢 是如此可教 第二个呢 是尊师重道 第三个是悲公屈膝 你们觉得 哪一个成语最合适 请作答 好的 请量提 那还是俩人都选的是A 这个就像我说的那样 不管选择是对是错 那都没法淘汰 当然他们选择都是对的 祝贺你们 最后的机会 两名选手并没有要轻易放弃 从在这个一瞬间 到这一步了 只要是赢了 也没有什么可教的 出类人的能够遗憾呢 生死考验都经历过 其他一些都可以 算算 请看下一题 人们常把激励自己的信条 叫做座右鸣 那么座右鸣是怎么来的呢 在简估里边 东汉的说法家 崔元 他一起用事 杀了人 在外皮漂泊 吃尽苦头之后呢 回到家乡 非常后悔 后改过自新 给自己弄了座右鸣 警戒自己呢 不能够再犯错 那么他所谓的座右鸣 是个什么形式呢 请看选择A 哎呀 兄太 崔元 兄啊 敢问放在你家门右侧的石碑 是何意啊 那石碑是我的座右鸣啊 哦 何为座右鸣 我崔元年少之时 喝了点酒 杀了仇人全家 搞得家破人亡 非常的后悔 历此石碑 警示自己啊 选择B 兄太 崔元兄 哎 这是什么 哎 这是我的座右鸣啊 什么是座右鸣 放在我座位的右侧 警示自己 哦 怪不得写着 自己一滴酒 亲人两行泪 最后是选择C 哎 高雄啊 别怪我 给你立了这个座右鸣 也是警示我自己 希望你在天之灵 也能原谅我呀 请两位作答 谢谢 请亮出答案 不容易不容易 这个你们俩肯定刚才没互相看对方的答案吗 我们那个大家都这么怀疑来的 那也问问王菊为什么选B呢 书法家嘛 我猜应该是B 哦 写一些东西是吧 可是书法家也有金石书法家 专门使骨文 那也得算数百家 靠凿的 兽应方通神 你也是懵的是吧 哎呀 两位都是懵的 但是我很高兴 终于你们俩 就一回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 让我来宣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哎呦 你看这难兄难弟啊 两人恨不得抱头痛哭的意思 我们可是很高兴 有一个人终于杀出重围 祝贺王菊 你晋级了 请走向成功之路 那么李家俊 你这个马上要离开我们这里了 作为一个 我的校友 北大中文系列 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 有句话叫 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集文章 你这会儿你能说了 刚才好多话我都想说 但是 太想作有名了这话 对 没想到就栽在作有名上 对 我最后一句话就是 影音剧古人吧 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走了 古人是这么说的吗 那古人说的 我来了 我录像了 我得假的 人家是这么说的 哎呀 回学校 好好跟一个叫孔庆东的人 学一学 这个吧 我就有点不信 那孔庆东 他到这儿来也不一定行 不信你个拉来试试 到这儿来我考死他 那么感谢你的参与 走好 想要太多了 把很多自立技术 这个重量的给忽略了 崇拜就在一瞬间 要没有好伤心 就不会来比赛了 就是心有不甘 但是 是不是有没有别人 在第一轮 八进四的淘汰战之后 四名晋级选手 经过场下抽签 重新排序 一号王丹 二号李徐辉 三号王雷 四号王剑月 突围死强 反场再战 本集第二环节规则 本轮将淘汰两位选手 四位选手轮流打体 每人有一次跳过 该题的机会 打错两击者淘汰 直至场上只剩两人 本轮比赛结束 好的 我那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听题 下面这个故事 发生在北宋时候 一个官二代的妻子的故事 苏东坡呢 还在诗中描写过这位妻子 之后衍生出了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 我们今天经常使用 请问是哪一个成语 请看表演 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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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邀请我在你的家中 饮酒 不过在你家中饮酒 怕嫂夫人看见我 我做主 我做主 嫂夫人 你可这跳什么跳 跳什么玩意儿跳 整理来试心 那儿啊 淡出去头一天儿啊 我不会跳吗 你可这弹什么弹 订个大人 逼个班儿呢 洗澡 睡觉 我先走了 请猜一猜 以下三个选择当中的 最有可能是哪一个成语 我选择第二个选项 B 河东诗吼 好的 祝贺你 你将提答对了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二号宣伤 主持人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 请听题 信口词黄 是指不顾事实 随口乱说或者忘做评论 请问这个成语中 词黄 究竟指的是什么 请看选择 宋秀 今日带你来啊 就是带你见识见识 雌黄 雌黄 可否是你刚得的神鸟啊 没错 就是我父王从昔日 给我带回来的神鸟 色彩艳丽 声音动听 而且还会被唐尸 你看 我亲爱的相亲哥 玩我 我是虎掌波 亲波 怎么样啊 你这明明是黄嘴未退的幼鸟嘛 你好好看看 真的不错 选择B 两只黄梨名翠柳 哎呀 公子 你这想吃大鸭梨了吗 什么鸭梨 我说的是黄梨鸟 这不是鸭梨的梨吗 你快去把我的雌黄拿来 雌黄是 就是黄色矿物颜料 我们看选择C 胡兄啊 这狗缝人变胶 什么品种啊 这个狗你没见过吗 这个狗叫雌黄 雌黄 第三种解释 雌黄 那么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请我们的学员做答 像黄嘴未退的幼鸟 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 因为雌黄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鸟 我记得好像看过 但是出自哪里 我是不记得了 而且小鸟确实那嘴啊 小猪它那是在黄边 对 那就是狗啊 也是被称为黄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代有这么一种叫法 管狗就叫黄 但是我印象当中 好像好像不是狗 不应该是狗 不应该是狗 对 那么不是狗 是不是鸟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 比赛进入白热化 题目难度升级 四强选手步步维艰 我选择A选项 A选项 黄嘴未退的幼鸟 它正是这种 用作涂料的黄色矿物 所以B答应该是正确的 十分的抱歉 你这道题没有答对 刚才我们说过 错一道题 就像得了一张黄牌一样 在同一场比赛当中 再得第二张黄牌的话 就要变成红牌 被发出场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有请王菊 出列 请听题 滔铁盛宴 指的是极其丰富的美味大餐 滔铁呢 后来又代指美食家 请问 为何要用滔铁一词 来形容美食呢 我们照样给出了三种选择 请看表演 选择A 龙王 龙王 夫人生了 归成像 夫人生了个什么 生了个滔铁 滔铁 就是朕的第五个儿子 是 他多大 八斤八两 哎呀 能吃吗 哎呀 可贪吃的 夫人的奶都不够 第一种选择是第二的 那么选择B呢 公主 菜肴已备齐您看 传 传菜 公主殿下 这是一种用鱼类制作的菜肴 它叫滔铁 可珍贵了 选择C又是什么呢 白公子 请 白公子 您看啊 极品鲍鱼 极品鱼制 您品尝 您品尝 哎呦 不错哦 但是我觉得 那没有诚意的 啊 你不知道吗 在我们富二代的家里 我们吃菜是一定要 超铁二菜的 超铁 既然你没有诚意 我们还是下次还做吧 哎 白公子 不是白公子 好的 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请做出选择 我选A 因为那个龙生九子 子子不同嘛 就是龙的九个孩子各有特点 超铁是其中一个 我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不是真有 嗯 还真正确答案就是A 祝贺你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 王健岳出场 准备好了吗 是的 请听起 请问文章一词 最早来源于以下的 哪一种形式 选择A 长山歌雷 人家女孩子都唱了 你不对唱唱不了文章啊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 哎 来来来来来 长山歌雷 这边唱来那边和 那边和 哎你们看 这不就成了一篇好文章吗 这个意思 这是选择A 那么选择B又是什么呢 公主 您让我给您抄的佛经 你这 这文章不对呀 什么叫文章啊 横为文 竖为章 这都不懂 我写一百遍 我知道了 我这就写 选择 西兄 宋兄 今日带你来啊 是欣赏我父王 从西域带回来的衣服 古话 叫做文章 你看 这红蓝为文 红白为章 这红白交错啊 就叫做文章啊 是颜色 那么好 三种选择 摆在你的面前 这个题我真不敢说 不敢说也得说呀 我是风险规律 谢谢观看 主要为文章 就是 还是 感谢观看 想如何应战 放弃还是坚持 有把握 有把握 好的 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你的选择 我选C选项 我选C选项 C选项 色彩斑斓的图案是文章 对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记得我看过 在什么地方看过呀 反正就是印象就挺深的 反正就是C选项一项挺深的 我们看一看 你愿意承担这个 如果错的话 就出局的这样的后果 我愿意 好的 勇敢 即便出局了 也是个勇敢的人 那么你的回答 你的回答 是正确的 好的 祝贺你 祝贺他答对了这么难的一道题 那么接下来呢 轮到 又轮到王局了 请出列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听题 鞠躬 鞠躬嘛 就是弯腰行礼 是吧 在现代可以用表现 道歉的 或者尊重啊 等等 鞠躬这个行为呢 起源于商代的祭天 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请大家观看一下表演 是哪一个环节 能够被称为鞠躬 选择A 孙儿啊 爷爷 我今天带你祭祖啊 来 鞠躬 爷爷 什么是鞠躬 鞠躬 就是把祭品 弄成一个圆形 好 爷爷 慢点 选择B 孙儿 今天我带你祭祖 来 鞠躬 爷爷 什么是鞠躬 鞠躬 就是撒酒啊 来 来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里程 好的 那么选择C 又是什么呢 爷爷 今天还是祭祖 来 跟爷爷鞠躬 爷爷 什么是鞠躬 鞠躬 就是给我们的老祖先上个香 好的 王磊面前有三种选择 那么哪一个是真的答案呢 请王磊做出选择 我选择 过 过 哎呀 很聪明的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只有一次啊 现在把它用掉了 那么好 请你把手中的接力棒 交给下一任 也就是王健月 好吧 好 是不是A啊 把祭品弯成圆形 A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的 他虽然是答对了 但是我很困惑 是吧 祭拜之前 首先为什么祭品弯成圆形 其次这跟我们鞠躬 有什么关系 阿姨老师 你给我说说 就是我们在商朝的时候 有一种叫鞠躬 那个鞠躬的时候呢 是把那个牛羊 还有鸡 把它腰给窝过来以后 变成一个圆形 放在一个托盘里面 后来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因为这是表示恭敬嘛 让这些这个牺牲 表示对上天的恭敬 后来我们对上天 表示恭敬的时候 就像那个原来做的牺牲一样 也是弯下腰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几个速度答题 黄丹又轮到你了 请出列 黄丹请听题 你这档题啊 是谈衣冠禽兽 衣冠禽兽现在都是形容那种 品德很坏啊 行为像禽兽一样的人 但是这个词呢 这个起源于明代 当时的衣冠禽兽 不是来形容坏人的啊 那么 明朝的衣冠禽兽 是形容什么人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以下的选择 A 猎人 B 穿动物皮草的妇人 C 是官员 那么 请你做出 你的选择 我选择A 我选择A猎人 猎人 为什么呢 因为 B我觉得不太靠谱 然后C的话 不太像 我觉得好像 有点像误解 不是 误导我的那种感觉 看一看 你的选择是否正确 哎呀 不正确啊 正确的选择 应该是C 那非常遗憾 你没能答对 唯我独尊这个词 是出自谁口呢 好 我选A 选A 好 祝贺你 你不要提他对了 哪个情境符合这个 福祸无门一词的正确含义 我选C 十分的不幸 正确的这个答案应该是B 请听题 下马威 指的是 一开始向对方显示自己的威力 请问 下马威这个词原来是什么 什么事情 我们有四个选择 你选哪一个 请作答 新冠一般都是走马上任 应该是出道认识队下属显示威风 我选C 你选择的是C 是 祝贺你 你选择对了 好 谢谢 在进入快大气阶段 场上用战志望建议 依然保持本场未错议题的记录 三明蓝室各错议题 如果再错议题 便会惨遭淘汰 你相信一个理学博士 也可以有超强的文学修养吗 看我的 咱欠几姐妹儿没问题 我叫李徐辉 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常自己写 王丹 你准备好了吗 请听题 不敢越雷池一步 比喻不敢越过某一个极限 某一个界限 说指保守拘泥 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 有这样四个答案 第一个是防守这个雷池 不让敌兵攻破 第二呢 对喜欢的女孩 她不敢轻易行动 第三 被打住冷宫的娘娘 被禁足 不是出门 第 也就是最后一个选择 是两国签署合约 以雷池为界 那么你的选择 是哪一个 我只能根据四面意思 第四个选项 D 那么D 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选择不正确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A 那么 王丹 你 要离开我们 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但是你在这之前的表现 一直是非常卓越的 谢谢您 非常卓索 谢谢你 谢谢 请走好 志在必得的非戴经理学博士 王丹 一看离场 面对场上选手各个身环绝技 我们只能说 不是你不够优秀 只是对手 太强大 本来成功就有很多因素 就是因为他包括你的对手 包括你自己 当然能够得到最后冠军 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阶段 就被淘汰下来 虽然心里不见 但是我觉得 我展示出了自己的水平 这个都没有遗憾了 王丹遗憾离场 在场局势逐渐明朗 幸运女战神王健月 占有绝对优势 气象剧局长蒙雷 不仅错过一题 而且也使用了免达拳 处于明显劣势 而在本轮出师不利的 穿越诗人李续辉 却依然未使用免达拳 最后 谁又能笑傲群雄呢 接下来又轮到了李续辉 下面请听题 海石蜃楼 是一种神奇的自然现象 多出于海边或者沙漠里边 原理是光线的一种折射 这个词也比喻 修缥缈而不实际存在的事物 那么海石蜃楼里边的 这个慎字是指的什么 我们给你四个选择 第一个是龙 第二个是一种水怪 第三个是蛤蜊 第四个呢 是海龟 那么你将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C跟D肯定就不可能 因为在大海里面可能 如果是应该比较大一点的 A和B中间选择 那你选择哪一个呢 只能选一个 我选A 也就是龙 是吧 对 你选择龙 那他的选择对不对呢 如果他的选择不对的话 你是不是就出局了 对 你还是选择着自己回答啊 没有没有把他传下 那么好 我们看一眼 他的选择对不对 他的选择 他的选择 非常遗憾 是不对的 真正的答案就是蛤蜊 而且是一种大蛤蜊 那道题你有把握吗 为什么没有选择过 这道题 其实不是特别难 我认为我能答对 自己太固执了吧 因为我性格里面也有这一点 即使是错的 也会去坚持它 非常遗憾 你也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但是你能走到 走到这么久 走到这么远 是非常了不起的 祝贺你 谢谢 也谢谢你 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取得了非常娇人的成绩 谢谢你 一路走 谢谢 本集第三环节规则 冠亚军争夺赛 两位选手轮流作答 答错一题 则进入危险模式 累计答错两题者为本场亚军 另一位则为本场冠军 直接进入第一季 最爱中国字复赛 王磊局长 我们是不是让女士优先 现在进入本场的终极PK 狭路相逢 在场重置 经过抽签 气象区局长王磊首先答题 二人进入无限模式 无限量的答题 将挑战他们的知识极限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轮比赛 接下来请听题 沆瀣一气 比喻臭味相投的人结合在一起 那么请问成语典故当中 沆瀣这两个字是什么 一个沆瀣 其实指的是刮风和下雨 第二个选择是两个人名 第三种呢 是两种食物 最后一个选择 是沟和渠 那么你的选择将是什么呢 我选D 沟和渠 沟和渠 你为什么这么选 是你知道这两个 它另有一个别称 还是你觉得沟渠之中 那些沆瀣之物 因为我感觉应该是D 好像有印象 另外我分析一下 那个都是三点锁旁 有点关系 是吧 那么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 十分的不信 你的答案 不正确 正确的答案是B 你现在虽然错了一道 但是我们底下还有机会 万一是吧 王健苑一口气错两道呢 是吧 那么接下来轮到我们 王健苑小妹了 独占大哥很不容易啊 有信心吗 有 好的 那么请听题 我们常用天涯海角呢 以此来形容彼此相隔极远 是吧 天涯海角是形容的谁和谁相距的特别遥远呢 我们给出几个选择 第一个是班固和班超 第二个呢 说的是苏氏和他的妻子王福 C呢 是韩玉和他的侄子十二郎 D呢 是岳飞与其母姚太夫人 哪一个是你的正确选择 请作答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送别 有一句歌词就是天之雅海之角 地之角 学堂乐歌 李淑童写的 但跟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里边也没提是谁啊 那我蒙一个吧 蒙一个吧 我选C 选C 韩玉 跟他侄子十二郎 为什么蒙这个呢 因为我感觉就是 韩玉好像有一个跟天涯海角 什么什么 其实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我认为他完全是蒙的 基本是没有目标的蒙的 但是你天生具有狐狸的交化 你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知道怎么躲开他 你的回答 是正确的 什么道理都说不出来 但是人家就是答的对的 厉害 王磊要注意了 你虽然到现在为止一直很厉害 但是碰见这么一个小妹的话 他们女人的直觉是很可怕的 再狡猾的狐狸也动不过好练手 再狡猾的狐狸也动不过好练练手 你真好练手啊 那么好 请听题 风声鹤唳 把风的响声 鹤的叫声 都当做敌人的叫震的声音 一心是追兵追过来了 形容惊慌失措 或者相互惊扰 那么请问 这个词源于哪次战争 我们给你四个选择 第一个呢是楚汉之争 第二是肥水之战 第三个呢是牧野激战 最后一个呢是关渡之战 那么好 请王磊做出选择 我选 我选B肥水之战 你选肥水之战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A是楚汉 单单是那个项羽跟刘邦 这不对 B肥水之战是东剑 福坚跟那个谁 对 C 相当肯定 是吧 回答的对不对呢 我来看一眼 正确的案子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 可以看得出来啊 王磊的这个底子 是非常的扎实的 老王在这时候露了一手啊 这人家是真会 具体哪一次战役 战役的指挥官是谁 你刚才福坚都说出来了 这是非常厉害 接下来我们请王磊远 听下一题 请听题 东窗事发 比喻说这个事情败露 传说某人在东窗下边 跟妻子正在密谋 陷害别人啊 什么的 反正这坏事啊 就败露了 请问传说中 东窗事发的主人公是谁呢 我们有下面四个选择 第一 赵高 第二 魏忠贤 第三 李林甫 第四呢 秦桧 是谁呢 你的选择是 A跟B应该不会有妻子吧 哦 我选D 你选D 那你为什么说她们不都有妻子呢 你懂的 可怕 女人好可怕 我要不懂 你不是想说她们是太监吗 太监 尤其像魏忠贤那样的太监 那还不止一个妻子呢 那叫对时 那个 你选定地了 不改了 不改了 好的 你想改改不了 我们这不允许改 你答对了 谢谢 接下来 有请老王 王磊啊 平时有点胃啊 人家一道都没错 你这也就算 万一这道再错 咱就 没关系 输给她 我也不丢人 真的吗 为什么输给这么一个小姑娘 不丢人呢 因为 因为她实力很强大 接下来啊 我们听下一题 后肌薄发 形容这个积累丰富的学问 而呢 不轻易表现出来啊 用于这种啊 学士特别渊博的那种人 特别渊博的那种人 特别渊博的那种人 啊 这个后肌薄发呢 出自谁的文章 A 杜甫 B 柳宗元 C 苏氏 D 白居易 我可以选择过一次吗 老萌深算的猎手 遭遇难题后 率先使用杀手锏 免达拳 将难题抛向小狐狸王剑岳 场上行事风云突变 你那个过确实没用啊 没有用 不再用两次的啊 一过也不过给别人 就过给小姑娘 这小姑娘一 一毛巾她又过回给你了 因为你叫我里面俩人 那她也浪费她一次机会吧 对 把她的那个过去消耗掉是吧 哎呀 现在她不光是从这知识上 她那个谋略上面也开始动脑子了 好的 那么你把你这次机会过给她 杭建越 杭建越 应战吧 局长老奸巨华 老奸巨华 来来来 那个 老奸巨华同样的应用于我们这样的人啊 就是你这样的人 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也得修一千年才行啊 可是佑南老师 这题我也不会 你能蒙 我知道你比她能蒙 我现在已经蒙了呀 我相信你能蒙上 你蒙一个给我们看看 你再蒙一回 我们看看 谁说的这句话 后期播发 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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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逼 准之了 说的对吗 就给鼓掌 但是可以证明一点 你有崇拜者 十分的不幸运的答案 不正式 黄磊啊 我看不行的话 咱们就缴械投降吧 又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那么请听题 中国古代呢 以儒 末 道 法 四大政治思想为主 请问 以下的那个词 反映的是 道家思想 四个答案 这四个选择当中 王磊 你选哪一个 我必须得答是吗 这 这你自己刚把那机会 给用掉了 我选C 何其光 同其尘嘛 是《道德经》里边一句 哦 何光 同尘 你认为这个 这个就是道家思想 是吧 你的选择是对的 谢谢 那么接下来 闻到我们啊 王健苑小妹了 赴汤导火 啊 一词是说 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一种行为 请问 赴汤导火中的汤 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呢 指的是开水 第二个呢 指的是一种汤药 第三个呢 指的是一个地方 叫汤山 最后一个呢 是指黄河 啊 请问 你的选择是 我知道老王同志 财富五车呀 但是 这题我真会 好 选A 开水 你的选择是对的 谢谢 接下来 有请老王 请听题 史杰 啊 是说 一国派驻另外一国家的这个外交代表 但是在古代呢 史杰并不是一种人啊 或者对人的称谓 请问史杰到底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呢 是驿站的意思 第二个是一种马鞭子 第三呢 是一种逐质的水壶 最后一个呢 是一种官职的凭证 那么你选哪一个 我选 我选B 马鞭 马鞭 为什么这么选呢 是因为马鞭子上有 有 有结 是吧 有 也许有这关系吧 但是 应该是B 对 你肯定吗 肯定 这个 那好 你如果回答的不对的话 就要离开这个舞台了 这道题我会 肯定正确 史杰啊 其实呢 指的是初始一国家的这个 这个 要大叫大使也行 说是一个使者也行 手里举的一个国家给他的一截 竹杖 所以上面一截一截一截 竹杖的 叫史杰 因此是一种官职凭证 是他的手里的这个凭证 所以这道题 非常遗憾 你没有答对 也就是说 在经历了 这么多轮 胜出之后呢 终于败在了 那个小姑娘的手下 但是你 随败有荣 冠军和亚军 一样光荣 谢谢 谢谢各位 老王是一个博学的人 希望他以后啊 继续在这条路上 走下去 气象区局长蒙雷 本场答题最多选手 22道答题数目 无人能及 凭借过人的知识储备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王菊 我们后会有期 不觉得遗憾 就是赢的也顽强 输的也光荣 无所谓成败 都是英雄 我们要祝贺 本场的胜利者 王剑月 祝贺你 祝贺你 我代表栏目组呢 打给你一个 最爱中国字 出赛第一名的荣誉证书 还有三千块钱的文化基金 感谢你 收看我们的黑龙江卫视 最爱中国字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